听说恰似你的温柔这首歌 那时候梁洪志他做这个歌之后是 他本来没有要叫你唱的 后来是无意间听到你的声音 梁洪志这首歌在我们那个时候 在比赛的期间在世新 他念世新 已经是他们号称叫做世新真正的校歌 所以每个人都会唱了 每个世新的学生 然后还会传到别的学校 因为那个时候的校园演唱会不像现在 各大排明星去唱 自己学校就有自己的明星 你的学校有你的 我的学校有自己办活动 常常交流 所以歌都会流传 那时候这个歌自己已经是红了 在地下已经红了 唱片出来只是在吹一把火而已 所以我们在世音的时候有这首歌 梁洪志这首歌好像还没得名次呢 结果我们去世音的时候呢 很多人唱这首歌 他给我们的demo是这样的 某年某月 某一天 就像一张破碎地点 那时候什么歌都这样唱 我觉得这个歌为什么要这样 好可惜 我跟盼监星有来 等一下 这个歌我要把它放慢一点 然后呢 我觉得我去参加比赛啊 那个时候大家都流行 Jump by那种声音 对不对 假音在那边唱 其实我虽然会唱假音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晓得 我真正好听是中低音的 可是那个时候就是很大胆的事情 大家都长头发 是 女孩子长头发中分嘛 就是细皮的那样子 然后唱都是高音的 我都不敢告诉人家 让人家知道我是中低音 可是到世音的时候 我觉得反正是好玩的 是 我就说可不可以降Key 我就自己降Key 跳 告诉他们就说我最低可以唱到什么 他们还不给我唱最低 因为没有女孩子唱这么低 就只给我半低这样 然后再放慢速度 我记得我一开口 麦克风在那边 我一开口唱的时候 那个玻璃 那个隔间 那个不是大玻璃吗 他们那个录音室在那边 突然挤满了人在 那个玻璃框框那一边 那一头 我发生什么事我还在那边唱 他们老板啊 还有一些制作人都在那边 我们那时候不晓得是干嘛的 就突然这样 好多人来看 好多人来看 哇 双头蛇还是什么东西 惊为天人 怪物 那后来那个梁洪志的指定 要你来唱这首歌 梁洪志他好像也是迟到 还是唱完出去吃点心 反正都不见 那都是小孩子很好玩都不见 放出来听的时候 他好像要离开 然后下了楼梯间 突然东东东听他又跑回来说 刚刚那是谁唱的 那是什么声音 所以就指定 再听一遍再听一遍 他说我指定要他唱 那是你开始这个被大家认识的时候了 对 可是那时候没有人告诉你 就是说你应该以什么样子出现 就全部让你们自己来 对 那个时候好像就是要我们自己的样子 真正的是要我们自己的样子 有个说法说你那时候戴粗框的眼镜框 就是为了挡住你这一颗痣吗 不会吧 不会吧 不是不是 这什么说法 好八卦 没有啦 那个时候流行的眼镜都是 现在想那时候流行眼镜为什么那么大 对 大 那我的脸又很小 所以戴着眼镜 我现在看以前照片去我干嘛戴个挖镜过日子 是 很奇怪 那时候就戴着那个上节目了 就是那时候真的是你是什么样子 你就这样去上节目 然后你 那时候我是一点粉底都不打 所以样子照起来真的是岂可怕无比 当然不是说我现在化妆以后就怎么样了 就好看到哪去 但是说镜头这个东西很特殊 还有这个摄影棚有灯光 这么强的灯光 就照起来一个黄黄的脸 可是那时候我们也真可爱 我们就这样去上电视了 你们那时候去上电视就唱歌 就没有任何其他事情了 当然没有其他事情 然后那个时候整个电视节目 那个电视这个框框里面很有意思 它其实在一个改朝换代的当儿 所以它很明显地分成两派 一派就是众议派 就是豪华派 那时候的大派 崔台青 刘文正 张立民 凤飞飞 那都是宰歌宰舞后面就是很多歌舞女 然后她自己衣服都是很炫的 崔台青你们还记得她那个埃及这个 银管妆吗 对不对 OK 另外一派就是这一群 看起来 哎 真是不看也罢 可是他们现在又偏偏学生要这么红 就只好请他们来上电视 一点妆都不化 然后也没有台风 镜头 我们就上电视就很好玩了 就说我们看其他人 哎 请来我们就摄影棚来看 我们就带其他 哎 我们还去看明星 那些明星还排演啊 灯光还打光啊 还化妆啊 还排演啊 好几次 然后刚才我们说我们还排演 我们好 哎 到哪边 到这边坐 坐下 椅子还没坐热 导演导播说好 录好了 回家吧 录下来就算了 已经录下来了 就随便这样打发我们 歌手蔡琴 不仅她的歌唱才华受到肯定 在主持与戏剧方面 观众们也都可以看到 她才琴洋溢的演出 我所认识的蔡琴 她其实是一个 好要求完美的人 她好认真 其实不管是她身为歌手 或者是她在电台 来做主持人 或者是她做很多事情 其实私底下的蔡琴 我觉得她能做的事情 还蛮多的 包括她以后可以当一个 不错的厨师 她会煮菜 然后而且 她说很会打点服装 服装造型等等 我觉得她如果去重振的话 也非常好 我觉得 其实我非常建议她去重振 因为她很仗义之言 有正义感 蔡琴都会记得 可能谁的生日快到了 然后她也不告诉我们 她就会约好 我们很多人 然后到她家里那一天 然后帮某一个人过生日 而且在整个晚上 她都会为那个人 设计一个属于她个性 会很窝心的一种 一种过程的一个 很特别的生日的一个派对 她永远要很高贵 很有气质 她有一次据说 在等飞机的时候 然后她迟到了 所有的那个 全机的人都在等她 然后就很丢脸 这都广播 就这样讲说 蔡琴小姐 蔡琴小姐听到广播 请述到几号登机门 真的 然后她就很糗 然后又穿着高跟鞋 因为那个飞机 跟那个 很远 很远就对了 然后她就跟她的宣传讲说 你赶快先跑去 你赶快先跑去 然后她怎么做 你知道吗 她就远远地 就赶快把一个高跟鞋 就脱跳这样 然后就脚上一摆一摆地 这样跑过来 很丢脸 她这样越描越黑 就一摆一摆地 这样跑过来说 她脚扭伤了 对不起对不起 很抱歉很抱歉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 其实她不当演员 是很浪费的 怕是你的温柔那首歌 好像 那首也几乎变成 某一个时代的国歌 就是每个人都唱 对对对 不听说你从上面得到的酬劳 蛮有限的 有限这两个字 算是你们知识分子说的 根本是叫做过分的 是得到多少 过分的少 恰臣的温柔 总共收到 这个三千元台币吧 什么东西三千元台币 酬劳啊 不会吧 这是车嘛 后来呢 老板就是说很有良心 在过年的时候 给我两万块的红包 所以两万三千元 两万三千元就是 恰似你的温柔 卖段 从此这首歌多卖 都跟你没有关系 对的 不过恰似你的温柔 红成这个样子 你那时候有享受到 什么乐趣吗 就你走在街上啦 或者是 除了收了两万三千块钱 那已经不是 很大的乐趣 其实我跟你讲 我现在想想啊 我好像是在这方面 算是蛮迟钝的 我现在想想都不觉得 有什么乐趣或是没什么乐趣 我的意思是说 那个歌红成这个样子 你那不尊荣啊 走在路上 大家都还要这样指认出来 所以说 我好像也还好 因为照样吃我的地摊 照样去 没有收到信啊 没有人知道你 有啦 有啦 可是我不觉得那是 快乐 获得不快乐 我没有感觉 没有什么困扰 可是你不会觉得说 跟小时候突然不一样 就小时候你比较觉得 没有人要注意你啊 你现在突然变成 可是我并没有那种 不平衡的心态说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我不会这样子 所以如果那样子的话 我可能觉得 谢谢你们可知道 我怎么样 没有 没有 这在路上 你封了一些很好玩的事 好意思 一对男女朋友 走过来 我这样走过去 一面 然后都是 通常都是 其实是男的先发现我 但是他不好意思叫我 去告诉他女朋友 说 蔡琴 女的说 在哪里 不可能啊 他没有这么好看 说我没有那么好看 因为我上帝是很丑 很丑 造假很丑 本人比较好看 所以 这就是通常我听到的对话 你觉得我会有什么乐趣呢 没有什么 很尴尬 但是 真正的乐趣呢 是跟这个 成不成名没有关系 而是享受 校园民歌 那个时代 大家真的是 每一个人开口 都有自己的特色 声音这么有风格 是 你不会把 苏来听成李建复 你也不会把 正宜听成蔡琴 是 不可能的 一开口 你就知道是谁 只要听声音 然后 朴时 大家都 没有人去说 你看 Gucci 阿玛尼 什么 没有人管自己套了 你现在觉得娱乐界 有没有把你带坏 不可能 没有 不可能 但娱乐界蛮坏的 跟你没有关系的坏就是 真的蛮坏的 就是说 你一个人要不一样的时候 你要想清楚 当一百个人都这样 只有你一个人不一样的时候 你不要去批判他们 他们可能会批判你 你不要去批判他们 所以你跟人家不一样的时候 你有没有被批判过 当然有 什么时候 很多时候 很多事情 每一个阶段都有 你唱过歌厅秀 唱过 适应上有困难吗 很大的困难 但是我适应过来了 你觉得最受不了是什么 是你在上面唱歌 他们在底下讲话 喝酒 吃病了 那个一下就克服了 因为好像 第一个那个时候 是希望要赚钱 所以这个蛮实际的 一个经济压力 我不是一个 生手跟爸妈 一要钱就 就自己很安心的小孩 再来就是说 我觉得 我还是相信 我们会跟美国一样 将来有万人演唱会 但是好像忘去都没有 但是我们不可以停止练习 现场演唱 还好我有这个概念 是 还好我有这个概念 就说 这个不能不累的地方 我们想着 那个乌斯塔 差那么远 怎么是习餐厅秀 那个屋顶那么矮 灯光 我看他们有的那种 学外国秀 把两个人一举起来 动头 刚好找到屋顶 就是感觉到 这是很不堪的 是 还有那时候 我规定舞台上 只能有四个人 也就是说歌星 和另外三个乐手 那如果说 那个编制 那个乐队是五个人的话 连歌星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就要有两个乐手 到后台去 躲起来演奏 你听得到吉他 你也听得到那个贝斯 但是你看不到他们 为什么 因为规定的嘛 因为餐厅秀 不能变成夜总会 反正有一段时间 很好笑 你会看很多 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但是还好 我爱观察 虽然没当成小说家 可是还有那个 没有小说家的才华 但是有小说家的焦虑 所以我就在旁边看 我觉得 这样他们也都过了 我就觉得他们比我更可贵 是 我就觉得 那我们来学这个好了 不要去把焦点放在说 我怎么那么可怜 在那么不倫不倫的地方唱歌 因为人家也是 他们也是 可是听起来 这是一个自我解脱的方法 就你必须要唱 所以你给自己找个 也不是 到后来真的 你会看到很多东西 我觉得 这边有很多 我学不到的东西 你在这个后台 我觉得那是一个小人生 很有意思 他有现在当红的 还有一些 正力真上游 准备要 要红的 还不红的 小牌 小牌 现在当红的 过气的老牌 就是被那个当红的人 说是过气的老牌 当年他们也是当红的 对 你就看到这个 这三种不同的人 在同一个后台休息 那是没有什么大牌小牌 因为我们这边 对艺人是一向 很赖了很赖 和后台统统弄在一起 你看 看到他们之间的相处 还有那种 有没有伦理 有的人心中还是有的 有的人就是没有家教 没有办法 对啊 旁边看人家会觉得 你很孤僻吧 不会 我就跟大家越处越好了 因为我觉得 我们应该彼此要相爱 这很无聊 我知道你笑成这样 我走了 你有跟他们讲这个话吧 还好我没有笨到讲出来 但是这真的是我的想法 我觉得我们应该彼此相爱 我那时候就有一种 很透彻的 苍凉的想法 我觉得这一切都会过去 是 都会过去 我现在只有一个东西 觉得很过瘾 就是说 我可以每天在台上唱现场 虽然是餐厅秀 我觉得像练功夫一样 你根本不要在乎 你在什么地方练功 你一定要在离山上面 才能练功 是 就是这样想以后 我觉得是豁然开朗 然后就学了很多 所以你适应了餐厅秀 那他当然在收入上 也帮助了你一些 对不对 可是 那你讲说娱乐界 有的时候会觉得你 这个人怎么那么孤立 是什么状况 好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较有趣的 没有什么太大伤害性 就是说像我到现在 还是一个非常坚持 要排演的歌手 即使是上电视录影吗 也是一样 我绝对不做那种 我们台上见 这是很容易听到的一句行话 对 我觉得很外好 因为我觉得 什么叫台上见 我们把观众当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你今天你小的乐队 突然有一次带班的吗 你知道他这个新来的 或是换了一筒吗 你知道吗 因为可能薪水不够 老板跟他们处得不好 已经换人了 对 你怎么知道他谈的是跟上演 应该要那么熟 你自己很熟没有用 你知道音响不调一调 是有差别的 我老是觉得 我们应该给观众最好的东西 那么讲了稍微凄凉一点 如果我们一直是吃泡面长大的 我们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做鱼翅 可是如果你吃到一次 但是我觉得 那个时候资讯是慢慢慢慢开放 但是在资讯还没有那么开放之前 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看 对外面的演唱会 或者有机会出国的时候 我都会去看表演 我每次都觉得很感动 我很感动的时候 我享受到的时候 我再回头想 我又很感慨 我觉得为什么好东西会发生在这里 而我们那边不能发生 我们那边也明明有人要看节目 也明明有人在台上 原来是大家不排演 或者是台上见这种坏奇怪 那最后就一直要求 然后准时到 然后一直排 那个音乐队老师 你还来排这歌 你去唱几百片 我说不不不 我还是排 刚开始不懂 我就会跟人家讲 觉得先理论 是 其实理论也可以 可是很无聊 你知道笑笑讲 对对对 我就那么笨 我还是要排了 后来我就改成这种说法 可是你后来每次都得到了排练的机会 没有人就不让你排 我跟你讲 我换来的东西太值得了 没有人敢随便 灯光的人 知道蔡芹来排 他一定要来 音响 他就是要帮我挑一挑 是 还有这个乐队 他就是知道 我刚开始会 还带着愧疚的心 想说 我是不是在找人家吗 那在同行 你就会听到一些比较风凉的话 他就说 你根本是个外国人嘛 这个话 我后来把它转成是称赞 是 美国跟巴比伦一样的外国人 外国人 你不错 可是出《经历大班》那一张的主题曲 就是最后一页那张专辑的时候 你的封面的造型让很多人惊艳 觉得说 哇 餐厅变漂亮了 所以那时候是谁帮你决定的说 你不要再像以前那个样子 你打扮一下吧 两个人 一个是 那一个照片的摄影 杨丽德 另外一个是 那个时候的 飞碟唱片公司的 彭国华 这两个人是 我想我终身都会感谢的 因为其实我自己在 拿掉眼镜的前三四年 只能偷偷晚上 在家里 自己做服装表演 晚上睡觉前 眼镜拿下来 换上那个什么 什么长礼服 我常常 我已经自己都 那些衣服都是我自己早就买 早就买 还有手套 我都收集了好多好多手套 偷偷买的 偷偷在家里照镜子 不是偷偷买 但光明正大买 但从来没有光明正大穿给大家看 可是好奇怪 一上镜头一到的 公众场合 眼镜好像已经变成 我的那种护身 弄弄防弹衣了 我觉得那是不够有信心了 就是怎么会眼镜拿下 会觉得没有安全感 就是不敢戴一只眼镜 那么杨丽德说 我们要出新唱片了 我自己是学美术的 我晓得怎么样好看 可是在别人身上 我很会指点 自己身上不敢实践 所以我就好玩的 穿了一下 给杨丽德看 他说这次就这样拍 吓 吓死我了 我真的把他在那里的 我真的不敢看 我真的不敢看 那是不敢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